為定要來服務到 在日時愛上班的民眾 未受到時間的行政 可以警告方便來做COVID-19的儀方向 港議官第一報在在閹暗 為民眾提供第二次儀方向 服務接觸站 已經在19號閹暗來選擇 十字幕前總共有530億人以後 港議官中翁莊 在19號閹暗 也在破族市長吳品瑞 還有議員黃英軍的北斗之下 親自來到破族市長吳品瑞 廟廟時大開放到50歲以上 很多人歷史遊玩是愛工作 不一定有時間來接政廟廟 該官政府特別開放雅乾時大 方便民眾願挑選下班後的方便 前來時大地點一起時大 那現在50歲以下很多都三班族 那很多人白天不一定有時間可以打 那所以我們特別開放夜間施打 讓大家在整個登記的時候 挑施打地點 那有更多的方便性 按照他們的這個工作的時間 大家可以去做挑選 實際上這次這邊是登記施打 那我們這次一共必須要打1萬3千多人 那現在下一波第三期 大概在這個今天中午12點 就已經截止了 那嘉義縣我們希望大概有將近三四萬人 可以再繼續施打 那我們希望可以在夜底之前完成總統 那25%的期待 我們希望我們認真來打 那我們也希望嘉義縣民趕快去登記 因為沒有登記就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希望大家趕快登記 那一起衝高這個量 那我們把嘉義縣的這個群體防護力 可以提高 關注王政令表示 這段時間所有團隊都很辛苦 不然是以後包括警察清潮令員 看到所有人的導力感到非常感動 感謝大家付出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一定是很快可以躺過疫情 可以讓過去正常生活 當時也許有登記 真有藝廟可以打 未來的一輪登記以後 18歲以上民眾 有必就藝廟時代議員登記跟議員系統 登記接政議員 總管營靠佛介率21.44% 關注王政令發出改觀中 專立名譽廟時代率 希望在七月底進行 達到蔡英文總統的期待 總管佛介率達到25% 謝忻新聞創民董 佛主持蔡文博德 大家好 我是關注王政令 你想要打疫苗嗎 由現在開始 你就可以登記了喔 那現場登記真簡單 拿出你的手機子 或是你的電腦 上1922網站 還有健保快意通1922系統 就可以簡訊給你通知 符合資格的鄉親 就可以在線上 或者是實體醫院 選擇施打的地點 或是四段 如果聽這麼多 還要是不能登記 管政府也協調 我們的鄉頂市公所 衛生所 護政事務所 和川立辦公室 來幫忙 我們所有鄉親事大 協助大家來登記 大家要趕緊去登記喔